中共国务院在今年组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共党媒在周四公布了新的电影审查制度 其中一般性剧本审查将被取消 而其他的出版 影视 新闻等领域 也释放了不同程度的监管权利 不过这项所谓的新规定2006年早已出台 业内人士认为 中共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想利用文化市场来刺激一下经济增加GDP 所以才就归重提 7月17号 大陆媒体公布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机构和人员的编制规定 其中列出了21条要取消的职能 8项职能下方事项 以及7项职能加强事项 今年3月 中共新领导班子上台后 进行所谓国务院大布置改革 重新整合后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职责 也做出相应调整 在取消的职能中 包括取消一般题材的电影剧本审查 实行梗概公事 实际上 这项规定在2006年6月22号实施的电影剧本备案 电影片管理规定中已有规定 但多年来 中共对电影的审查却没有丝毫放松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 因拍摄大型纪录片需要 而遭到中共当局的长期打压 今年47岁的杨伟东 从2008年开始将近三年时间 采访了大约260名中国社会各界人士 他希望透过访谈和纪录片的形式 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和人们对信仰自由的看法 而最近的规定说 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 实行梗概公事 究竟什么是一般题材 什么是特殊或敏感题材 对此中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它没有标准 只要它涉及到它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它就说这个是敏感 中共当局对电影导演的打压 及电影题材的审查由来已久 大陆导演无不深受其害 敢怒不敢言 对于这项旧规重提 各界反应不一 大陆诗人和文化评论家叶匡正指出 取消剧本审查这一点看似宽松 但在审查成天时 如果发生争议 导演更无惧可疑了 并不是说 它每一个审查禁令 都是由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最高的这种长官 然后他经过系统 周密的考察或者认证来得出来的 但是因为一个禁令要出来的话 你必须要平衡各方面的意见 那么它可能就最后成了一个 就大家不知道它背后究竟是什么逻辑 我估计是可能是由几股势力 完了以后互相妥协的结果 在中国 常年在中共严酷的电影审查制度下 敢于揭露真相的导演已不多了 许多导演为了生存早就习惯了自律 中国的文化市场表面上看 轰轰的很热闹 实际上质量低下 题材重复都拥挤在很狭窄的范围内 同时也束缚了广大的文学艺术 创作者的才能 材质得不到发挥 观众又不满意 这样的这个市场 它必然是一个畸形的和萎缩的 六次前夕 北京的纽约时报特约摄影记者杜斌 因拍摄揭露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的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及天安门屠杀一书 被中共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关押 目前杜斌被取报候审 对于这次旧规重提 朱欣欣认为 目前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想利用文化市场刺激下经济增加GDP 但是对于当局认为的敏感题材 一样还会被审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